谁所调伏众生而取佛土? 为什么要调伏呢? 因为众生本身迷惑在财色明十岁之中 就是财色明十岁 他要调伏众生 他有他的方法 随众生的根据而去调伏 我们每个人都有时候都有贪念 因为有贪念所以才是众生 这个人贪心比较重 你用帮助他 让他没有贪念 这个就是调伏 这个人好像设心比较重 你用方法去调伏他的这个设心 那当他没有这个设心的时候 他就是被你调伏了 那随着众生而取佛土 也是调伏是一个方法 度化是一个非常方法